为了让乡亲有一处可以喝茶聊天 凡云先生提供建言的场地 江湾乡公所将农业科旁的一个闲置办公室 打造成吉安酒站 乡长表示无论在上班时间 乡亲们有没有事都可以来这里坐坐聊聊天 拉近民众还有乡公所的距离 吉安乡亲又多了一个喝茶聊天的好地方 这是吉安乡长游淑珍 特别为民众打造的休闲聚会空间 就叫做吉安酒站 12月23号正式开放使用 吉安酒站 小酒大家来这里喝茶 来聊聊我们的乡镇 来反映乡亲的意见跟民意 我相信虽然资讯的发达 我们畅通的这样的一个连结 但是还有很多银法族的乡亲 甚至于是一些老农民 来作为一个乡镇的推长的 反应以及自己的心声跟建议 我们就在农业课的旁边 成立了一个吉安酒站的休息站 当你累了来这里休息 当你有意见 随时来做咨询 随时来做服务 随时来做反应 欢迎所有的乡亲 不管您有事没事 都可以来吉安酒站 休息一下来反应我们的民情 来说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故事 来顺利的延展我们乡镇的建设圆满 吉安酒站开放这一天来的许多在地乡亲 大家喝茶聊天 气氛很热闹 期待很久 期待很久 因为我们很需要有这样一个环境 今天是我很高兴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一大早就来 因为这个是 这很棒 我们在这边除了联谊以外 也可以监督乡镇 厢长游淑珍表示 未来在上班时间 不论乡亲有事没事 都可以来这里坐坐 喝杯茶 看看报纸 看看电视 和朋友聊聊天 也欢迎对乡镇建设可以提出意见 乡公所会全力来做好 为民服务工作 谢谢旅会居然相报道